比如像现在英镑进入负二区 欧元进入负二区 我觉得在这些位置上就可以空一下它 现在就可以空一下它 很多人说为什么空 我不管先空再说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 我现在空上一波英镑 我们在今天说镑的效果比较好 那我就1.01 因为镑已经有仓位了 入场的时候给 我希望能够做一个日内就了结的 争取我们中间在这里的时候就能够盈利了结 给大家6.8 是要把market中间稍稍移一下 我们把止损的值往上移一下移在这个高点之上 把止盈的值给了个20点 也行给到前低走到这36个点 我们20点的话 走30个点的话会走到会走到这个行情大约30百块钱的一个位置上 走30百块钱的位置 所以这个单争取啊 我们下课的时候这个单就已经走出来了 当然有可能是盈利 也可能是亏损 设置在这儿还是属于比较短的一个短线单 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比较长的长单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短单吧 看看它跑的如何呢 所以我这单的也把它写在我们的这个交易系统这个喊单群当中来 然后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模仿 当然这个单我这样想因为我是有底单 另外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 如果用更为单纯的这个交易模板去做的话 那它的交易的点位会更好